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是大崔 打算装修用蓝气热气的这条视频务必看完 总结了7个网友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并且在视频最后给大家总结了关于相关的一些品牌 第一个就是通蓝气的时间一定要考虑 如果你们周边的小区通蓝气时间都比较晚的话 你一定要考虑 比如说你急着入住 你的新房子急着装修完了就入住 那么没有通蓝气 你要考虑你用什么样的热水器去满足我们的热水使用 所以说在盖水店的时候 可能要预留出一个电锐器的位置 第二个就是买多大的 普遍加装十番升十六升的 一般一出一位选择十番升的基本够用 两个边间人口多的话可以选择十六升的 但是这不是完全的标准 也就是说你要考虑你家的燃气表的一个流量 这块肯定会有显示 比如说Q1.6代表它的最大燃气量是2.5的 那么你只能选择十三升的 如果你是Q2.5的话 就可以选择十六升的 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选择燃气热水器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 第一零冷水 零冷水会让你的舒适度提高 但是有两个方式 比如说我就正常的冷水和热水 不加循环水管的话 这种增加单向阀 也可以达到零冷水 但是效果不如加一个回池管的效果好 第四个就是我们燃气热水器考虑恒温 大多数燃气热水器都可以达到恒温的一个说法 但是恒温比较理想的叫做水量伺服器 这种恒温的温差波动会比较小 相对来说也会更舒适 如果有条件的去选择这种 第五个就是我们燃气安全问题 燃气安全你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 它就像一个造具 它并不是说就用燃气热水器就一定是不安全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要注意通风 注意增加燃气报警器 这就完全是足够了 第六个就是如果说您是老小区的房子的话 已知你的小区水压不足 你要买燃气热水器的话 第一买一些低水压就能使用了 或者说直接放弃使用燃气热水器 因为确实低水压的话 对于我们燃气热水器是有很大的一个障碍的 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推荐一些品牌 现在网友搜了一下网友比较推荐的一些品牌 你比如说林内和能帅都是国际比较知名的 相对来说价位也会更高 然后像万和万家乐这些也是非常不错 海尔美帝性价比是相对比较高 这种呢 大家可以综合自己的这个能力去选择 好了 我是阿崔 观众老兄们也谢谢 下期再见 这个项目